其實葛萊跟我很熟 他上一陣子來臺灣的時候 我們還進行了一個對談 他也跟我聊了一下 他對於臺灣政治環境的一些觀察等等 但是因為是閉門 我就不足以贅述 但針對這個部分非常清楚 為什麼中國會希望這個柯文哲 可以當選 很簡單 中國只有一個企圖就是統一 他認為任何的政治 如果可以幫他統一 就是值得支持 就這麼簡單 今天中國支持柯文哲 就是認為中國比較認為柯文哲是好操弄 柯文哲是可以幫助他們完成統一這樣子的 集成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今天柯文哲洋洋得意說 這個代表我好像在美中之間可以溝通交流等等 我就說我原諒你 因為我覺得你的外文能力 肯定有限 這個也不強求 但是我今天來跟你說 確實的狀況就是中國這樣子的認知 為什麼會這麼清楚呢 其實現在葛萊在同一場活動當中 他還提到四點 他提到說他認為接下來 我們可能看到中國影響我們的選舉 做出第一個動員台商來投票 第二個持續質疑民進黨政府這幾年來的相關政績 第三個持續散佈這樣子的以美論 第四個呢持續以商逼政 這也是葛萊提出的 所以葛萊已經認定你今天中國對台灣的選舉 是有企圖 是有目標了 那你柯文哲是被設為配合這樣子的企圖跟目標 那你還洋洋得意什麼 所以我認為其實今天我自己說 身為年輕人剛勇哥提到 我認為其實柯文哲是 我很擔心柯文哲 而且我認為他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潛在危機 為什麼呢 為什麼中國會一直希望說這個柯文哲可以當選 簡單說他今天出來講說兩岸不重要 你表寫你兩岸啊 甚至於講說強國等劇等等等等 跟大家說你今天你認為你兩岸聽了很累了 每天都藍綠鬥爭等等 你就投給我 你不用推薦兩岸的事務 但重點是什麼 你不講兩岸兩岸會議題會消失嗎 習近平會放棄企圖嗎 中國會撤掉飛彈嗎 都不會嘛 所以今天他希望柯文哲可以當選 就是柯文哲說兩岸不重要 我們不用重視國防 不用重視所有這些保護台灣的措施 所以因此中國覺得說好 就是這樣投給你 支持你 所以今天講到這個焦點團體 其實這也就是侯友宜 其實換句話說 其實說實在也是民進黨的一個潛在危機 但針對侯友宜 我覺得是更重要的危機 就是說今天你很多年輕人 你就買柯文哲這一套 因為你柯文哲說 你投給我就不用想這件事情 我每天關心在民生議題 我也認同民生議題很重要 經濟議題 交通議題很重要 但國防議題不重要嗎 當然也重要嘛 對不對 但是你今天侯友宜 大家對你的印象 就是說你對於所有這些議題 從安全議題到兩岸議題到民生議題 沒有印象啊 你今天很像什麼 很像電動玩具裡面 電動非玩家的角色 我們曾經不是有一個電影嗎 為什麼是非玩家角色 就不是人可以控制嘛 那為什麼不是人可以控制 因為你每天講話 就講一些你被設定的話語 甚至你走就是走圈圈等等 所以大家對侯友宜的印象就是這樣 所以侯友宜你說實在 對我們而言 當然是一個現在的選舉對手 但我不認為這個對我們國家 現在目前為止 比柯文哲構成更大的危機 我認為柯文哲才是我們現實在 要仔細防範 尤其是因為中國支持的對象 就是柯文哲 要仔細防範